佛子天地游记 第二册 下篇 地狱见闻与地府听神 时期 由地府 王仁眷属占小房子 改善其生活环境 乃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愿力所化 问 2019年1月8日 魂体被护法 送进地府 阎望殿前 妈XXX阎望也拿了一个公文 交给弟子 吩咐弟子 随鬼拆去地府的XXXX区 与王仁眷属见面 一辆警车停在门外 魂体被金光带向高空 随着警车飞到一处 好像弟子 所住小镇的房区 冥界的生活环境 真的与人间一模一样 只是一个在阴 一个在阳 来到一处 比较豪华的房屋住宅区 弟子魂体随警车停下 落在一处保安亭前 一个非常高大的护卫 从亭内出来 是管理此处治安的 其中一个护卫 护卫查看 弟子手中公文 确定弟子身份后 就让弟子进入区内 一般洋人魂魄 是不能随便擅闯地府 必须有阎望爷的公文 才可以进来 随着护卫指示 来到XX门牌号 这里都是半独立式的 别墅花园洋房 非常豪华 门外站着弟子 过世的几个亡人 见到弟子 来临非常高兴 迎接弟子 进去花园洋房的厅内坐下 亡人 哎 我十多年前 死去后 因为生前造下十余年的杀业 养猪 鸡 鸭 鲨鱼 在世虽然会念宋佛号 但是不能完全消除我的罪孽 死后就被带去 地狱受苦几年 由于生前 贫穷没有给自己 大量积累福德 地狱成戒刑满后 就在冥界的恶鬼区生活 非常可怜 直到你和妹妹 遇到心灵法门 念诵十多章经典组合 小房子 抄动我 我才能从恶鬼区 转到这里生活 你爸爸 不会念佛 我知道他孝顺 捎送大量的明钞给我 可是按这里地府的汇率计算 才值百多元 如何在地府生活 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小房子 对我们亡人非常好 你吃素做功德 念诵出来的小房子 能量值很高 我拿了七八章 换成民钱 让我生活环境舒适 亡人B 我没死前 有人度我学心灵法门 可惜没有趁早学 过后恶报再生生癌症 开小货店 大量出售 小型鱼类 还来不及念诵小房子 就去世了 你的叔叔不念经 我在地府无人超度 由于生前 没有做善事 积功德 我死后就在恶鬼道 苦不堪言 天天饥饿 我与你有些缘分 你念诵给自己 要经者的经典组合 小房子 我拿了五张 现在终于能脱离恶鬼道 在这里与婆婆 亡人A一起生活 亡人C 我也是死后被地府判进去地狱 惩戒 杀业 家里没有一个人学习心灵法门 幸好在地狱时 你已经会念经 你念诵给自己 要经者的经典组合 小房子 我也是拿了十多张 才脱离地狱 我们三个 在世是清卷 所以就被阎王 安排在此处生活 也感谢你婆婆 亡人A愿意收留我一起居住 亡人A 你刚开始学佛念经时 小房子清光很弱 学了几年后 你的小房子 烧送下来 是清光闪闪 你要坚持学下去 我们亡人真的可以 和你们在世洋人说 小房子是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愿力所化 你们阎间人不知道的 我每次被地府安排上来 拿小房子 观世音菩萨都会 加持我们这些亡灵 弟子听完后 真是无比感动 非常感恩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寒暄一阵之后 弟子魂体又被清光带回阎间 感恩师父 弟子2019年1月8日 答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 讲阴阳两届的书 是血医学上 把临死的人救回来之后 他们经历的事情 时光隧道 突然看到很多 过世的亡人来接他 比你先死的人 如果你和他关系很好 你下去的时候 他会来看你 把你带走 如果这个人 在阳间坏得不得了 下去之后 也没人理你 小房子真的很好 不是开玩笑的 很多灵性 拿到小房子之后 至少能在地府 比较安静的生活 其实阳间的东西 在地府都有的 鬼离我们不远 有些人发神经 就是身上有灵性 两个人 本来生活挺好的 突然之间吵得 谁都不认识谁了 就是身上有灵性 有的女孩子 长得漂漂亮亮的 突然恨起来 像鬼一样 就是身上有灵性 很多人控制不住 就是因为身上有灵性 他自己也知道 我要发疯了 发疯就是 有灵性在身上 正常人怎么会发疯呢 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 二百八十一 二零一九年 一月二十二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